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电子与回答关于HBM4G一体的价格协商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 据悉,三星内部设定了与SK海力士同价作为谈判目标 旨在改善其HBM产品的整体平均售价 近期业界消息显示,SK海力士与回答的HBM4合约报价大约在500美元中断 较HBM3E12层约300美元中断,高出于50% 相比之下,三星目前的HBM3E售价较海力士低约30% 主要原因是,此前大量备货等待挥达认证 但流程延荡,迫使三星以低价轻库存,平均售价价仅为200美元中断 然而,随着HBM4需求迅速增长 市场普遍预期,两家含厂在下一代产品的价格差距将大幅缩小 目前,三星与辉达2026年度HBM4供应谈判已进入最终阶段 辉达在完成与海力士的合约后不久便与三星展开谈判 业界指出,三星内部认为自家HBM4在速度等核心规格上具备竞争力 因此不再沿用HBM3E的低价策略 而是力求以比照SK海力士的价格签约 为提升获利,三星今年将逐步扩大ECDRAM产能 采取稳健扩产策略 目前,三星ECDRAM产能约为月亮万片 计划新增月8万片的全新产能 再加上将成熟制程转换为EC的既有产线 总产能预计在2026年底前达到月15万片 并正适用于HBM4量产 市场同时关注三星能否于今年底通过挥达认证 若审核顺利 三星最快有望在2026年第二季进入供应链 改变原先预期海力士独工上半年 三星自下半年接棒的格局 然而,目前三星ECDRAM在HBM4的良率 仅约50% 量产良率是否能在上半年改善 仍是影响其实际出货节奏的最大变数 此外,据业界分析 三星在HBM4市场的积极布局 不仅有助于提升其在高阶记忆体市场的竞争力 也将对整个记忆体市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人工智慧 高效能运算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HBM4需求持续攀升 三星的产能扩张和良率提升 将成为其抢占市场份额的关键因素 不过,人工智慧的迅猛发展 正引发全球记忆体晶片的历史性短缺 据业内人士透露 主要云服提供商CSP为应对这一局面 纷纷签署多年长期协议LTA 以确保2027年和2028年的记忆体工艺 2026年的记忆体产能几乎已被完全预定 全年将持续面临短缺 这一前所未有的伺服器短缺 主要源于人工智慧推动的伺服器需求激增 通讯服务提供商巨头们 在2025年下半年积极采购后 正为2026年至2027年储备更多伺服器 采购量远超实际需求 记忆体制造商的扩张计划 无法跟上迅猛增长的需求 导致全年产能几乎全部被预定 这一转变显著提升了卖方的定价能力 确保了2026年全年价格持续上涨 即使在下半年也不会出现下跌 伺服器供应商会在人工智慧竞赛中不落后 愿意支付溢价以确保容量 成为供应商的优先客户 一些通讯服务提供商 甚至提供更优惠的条款 如预付款或设备融资 已提前锁定2027年至2028年的容量 值得注意的是 短缺问题不仅限于DRAM NAND快闪也面临类似限制 全联电子执行长潘建生指出 NAND对快闪价格迅速上涨 部分供应商在缺货情况下仍提价 伺服器OEM厂商证实 AI GPU的输出和良率稳定 但记忆体短缺仍是供应链的关键瓶颈 据市场研究公司Omdia预测 全球NAND快闪市场收入将从2024年的656亿美元 增长到2029年的937亿美元 同期美元出货量预计将以年均17.7%的速度增长 在长期协议的签订方面 只有少数通讯服务提供商能够获得涵盖2027年的长期协议 其他大多数通讯服务提供商最多只能获得一年的合同 一家公司高管表示 90%的公司未能签署长期协议 大多数公司只能讨论阅读协议 甚至连一个月后的协议都无法确定 预计未来6至9个月内 价格还将上涨50% 在主要供应商短期内产能增长有限背景下 这一系列动态表明 全球记忆体晶片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各大企业纷纷采取措施 应对供应短缺和价格上涨的压力 未来几年 记忆体晶片市场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走势 将继续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 三星电子先进技术研究院 SA8的研究人员 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发现了一种机制 可将现有NAN快闪的功耗降低 近乎100% 有望为解决人工智慧 AI时代的电力危机做出贡献 三星电子宣布 由SA8和半导体研究所的34位研究人员 共同撰写的题为 用于低功耗 NAN快闪的铁电电晶体的论文 已发表在著名学术期刊自然上 这项研究代表了一项基础性技术 它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发现一种核心机制 与现有技术相比 利用铁电材料 可将功耗降低 高达96% 这项研究是 SA8和半导体研究所 34位研究人员的独立研发成果 他们共同撰写了该论文 SA8公布的研究证实 通过结合铁电材料 和氧化物半导体材料的 NAN快闪结构 与现有技术相比 在NAN快闪中 单元串联的结构的 单元串操作中 功耗最多可降低96% 现有的NAN快闪 通过向单元注入电子来存储资料 为了增加存储容量 必须增加单元堆叠层的数量 然而 由于NAN快闪的结构特性 续号需要依次通过串联的单元 进行传输 因此 随着堆叠层的增加 所需的电压也会升高 从而导致读写功耗增加 因此 下一代 NAN快闪的研究 利用了铁电材料的特性 这种材料 可以通过自发改变计划 来存储资料 而无需向单元注入电子 然而 容量增加和功耗降低之间的 权衡关系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三星电子SALIT的研究人员 在氧化物半导体的固有特性中 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氧化物半导体虽然普遍存在 难以精确控制预值电压的缺点 但其优势在于 漏电流极低 研究人员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发现 氧化物半导体 来以控制预值电压的特性 与铁电材料的 极化控制效应相结合 可以作为核心机制 显著降低单元串运行所需的电压 通过这一机制 他们验证了 在保持目前最高水平 即每个单元 五位元高容量的同时 功耗最多可降低96% 这被认为 是通过材料开发和结构理解 克服了现有NAND快闪的结构限制 该技术商业化后 有望提升从大型 AI资料中心到行动和边缘 AI系统等各个领域的能效 降低功耗 可以降低资料中心的营运成本 并延长行动装置的电池续航时间 由此可见 三星电子通过展示 有助于开发革命性低功耗 高容量固态硬碟SSD的技术方向 确保了其未来的竞争力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